来 师傅 你来了 师傅 你这么安静 我突然有点害怕 明日你就要和静宁霜对战了 放心 就算是玄灵之体 我也 师傅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闻师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身为女子 能感觉她对你有种特别的态度 我和她曾经是恋人 所以我李氏在三宗大笔上 一定要让她和那些曾经轻视我的人后悔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既然想了就去给我赢下来 那我赢了 师傅 师傅 可以给我亲一口吗 可以啊 脱衣服都出 脱衣服的话 我也可以啊 有点醉了 既然叶辰已经有所决定 那我们全力支持便可 这样就与他要留下来 您的书都要留下来 我让他和我真相 只能把他和他都交给你 把他都交给你 然后要对你 他就把他都交给你 他都交给你 你只能把他都交给你 赢了 你多把他都交给你 我会有什么事 那你多都交给你 不算了 徒伟 这边慢走 多谢 三宗大笔之后 这南楚的天 也该变一变了 三宗大笔 四强名额中 清云宗全军覆没 彭月宗为弟子姓存 其余三人皆为郑阳宗之人 金鸣霜 华云 韩骏 弟子先前 早已得罪成坤等人 所以 无论明日抽中郑阳宗哪一位 都是一场死战 给给给 一开始不穷 现在又卖惨 你还要来体验啊 谢臣这口才 比我还会敲出杠的 太慢了 你 叶辰 杀了你 不好意思 看来你要输给我这个人缘金 你 赢 赢 赢了 叶辰居然打败了薛隐 还赢得很轻松呢 薛隐根本没有一招击中他吧 这师弟 生猛 太生猛了 昊月宗叶辰 胜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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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干得漂亮 师傅 我没给你丢脸吧 特色 喂 下一轮 你可不会再有这种好运了 走着瞧 这小子有意思 不知道接下来 会有什么表现 那就是这一代的玄灵之体吗 果然很令人惊艳 我赌看 那个对上他的小子 能撑多久 堂堂恒月宗第七真传 我赌他撑不过一个回合 老袖赌三个 好戏要开始了 好戏 秦铁武器 秦者秦也 靖宁双 你有秦心吗 他 就普通弹琴 其实有些不对劲 秦铃柱 秦铁武器 叶春 你还敢回来 什么意思 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 吴长老 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徒儿闯了你们的进来 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人 是要打我们衡月宗的脸吧 吴长老 不如先听听夜晨的说话 我倒要看看 你能有什么说辞 夜晨 你方才同诸葛鱼在一起 他是不是带你闯了我宗禁地 我刚是跟诸葛前辈在一起来着 不过没说两句话 他就走了 后面 我就去看星星 看星星 你骗三岁小孩呢 吴长老 找到诸葛鱼了 在哪儿 在 在对面的山坡 他说在 看星星的 什么 就说我是被冤枉的吧 吴长老 人你们也找到了 那么我们就 活送了 你给我过来 师父 师父我错了 师父你别拉脸 啊 诸葛前辈 我们好像被人跟了一路 是郑阳宗的人吗 他们不跟着才不正常 小子 你继续往前飞 我待会儿跟你会 差点摔死 你们这么喜欢跟踪 不如来玩捉迷藏吧 啊 约 百口 诹葛于发现我们了 大家稳住 我们要被迷惑了 这武器太浓了 什么都看不见 efic不像冲出去 能让诸葛于溜了 说得对 快 快 快 你在干什么 怎么传我这边 撞过来了 明明是有背头方向了 喂 你干嘛撞我 是你撞的我 小子 来了 前辈 你甩开他们了 烈石小技不止一体 这是顿地服 你拿好 顿地 我们要去哪儿 去那座山的地底 去那座山的地底